阿弥陀佛 大家好 今天这部电影 其实是很多故事 多到我不能在开场前和大家说 因为我要比较多时间 如果大家看完 我非常建议大家留下 一起听一下这个故事 还有我们今天邀请到 阿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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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是我们馆馆的修復组主管 很感谢他 因为他真的为我们馆馆 设立了很多关于影片修復的一些资料 让他沿用到现在 这次我们播的电影里面 很多修復或者是保存的电影 其实就是由他那个年代开始映由 对我来说 他也是我一个很好学习的对象 我很感谢他这次接受我们邀请 我不阻挡大家了 我真的热切希望大家留下听个影后谈 谢谢 大家是否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 还有香音 我先说一下这部电影的背景 大观其实在香港三十年代 已经有这部电影公司 而这部电影公司的一些合约 等等的东西 其实在下面我们太平的展览里面都有 也都是我要感谢原氏 原氏捐了很多早期发行电影的资料给我们 令到我们知道原来大观 初时是和联华公司也有一些合作 今次我们就了解多了这个 大观美国分厂这间公司 大家知不知道大观美国分厂 为什么会有一个美国分厂那么厉害呢 有没有人知道 应该 我猜 那位不忘了我的周小姐应该会知道 不过稍后私下来说话 《大观美国分厂》 其实和我们香港当时 大约四十年代打一张 一群影人滞留在美国 那有什么要做呢 那当然是拍戏了 而他的老板赵树珊先生 其实是一个美国华僑 那他是回去 带着这群影人一起拍了 也为数不少的电影 那我现在这段时间 我还是仍然先说的 不好意思 那这批影片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我其实是97年入职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一位研究组的主管 余慕云先生 他很流行和我们说故事 一来到就和我说 哪部电影是第一 哪部电影是第一 那当时已经进入了 那已经是和我们说 第一套十六米的彩色电影 叫做金粉偽装 不断金粉偽装 令到我们有一次 在大约99年的8月31日 收到一个fax 那个fax是美国来的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会有一位黄先生 fax一张纸来说 我有这些十六米来的片 整体列了八部出来 而当时的首集组的主管 就是Mabel 我想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可能你不太记得清楚 但是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记录 他记下了整个过程 那对方已经道明了 就是原来他本身的家里是做戏院的 那他戏院那里 其实是剩下很多影片 但那些影片 很多都已经坏了 那现在剩下的那些是十六米来的 那一看到那张fax竟然有金粉偽装 我是不是在做梦 第一部十六米来的彩色电影 就是这些是大家不能够想象到的那种兴奋 那第一时间就会想起 当然是找于慕云 慕云 慕云叔 有啊 有好东西 那结果呢 我们经过大约几个月的时间 就将 应该是金粉偽装和民族的酵星 这两部电影 民族的酵星是1941年 亦都是我们一百部不可不看的电影之一 那种兴奋的程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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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第一部彩色 它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那呢 我就去到一个part point 终于去到一个part point 就是你们刚才就在电影里面 有份看到那帮观众 因为他recruit了那帮观众 我免费给你 星期二 你自己进来看电影了 但是呢 其实你是被拍摄的 那接着呢 有一个资料呢 就很影响到我们今天 那个主题的 就是无端端有一份成报 在1946年的8月28日 说这部电影是35米尼拍摄 那我当然 不知道怎么办 方寸大乱 我插个嘴 好啊 大家可能都熟悉 35米尼和16米尼的电影 那16米尼的电影 其实是后期一点的 最初期 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格式 就是35米尼 那是在小宣片时代 就已经是用了的 一个标准的格式 而去到 慢慢其实 各地的去发行电影 或者是去放映电影的地方 都发觉 这些小宣片 它出现的问题 那就是很出名的 容易着火的问题 那都引致到不少的 一些戏院的大火 或者片仓的大火 那所以呢 其实三几年开始 已经开始大家去找 一些代替的 安全的办法 那就发展出安全片 但是其实安全片 这个比较是一个笼统的一个字 它本身是包含了很多种东西 那最早期发展出来的安全片 就是一些叫做草酸片 但是就这么说草酸片 大家可能都以为是一样东西 其实不是一样东西 最初期最初期的草酸片 是一些叫做 英文叫做 Diacetate Cellus Diacetate 即是草酸化的过程 是未去到尽的 现在我们常常听到 以用得最多 而且是很常见的 那是Triacetate 即是三个草酸的 而最初期的三多年的时候 草酸片 也有它的保存问题 但是到了后来 渐渐发现 要再把草酸化的过程去到尽 才能够稳定些 因为早期的草酸片 其实它也不稳定的 它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摆摆一下 它是会变成酸 放出来的 现在变得很快 那为了要令到 早期的草酸片 可以用得到 保持弹性 就要加入很多的 素化剂 其中一种 最常用的素化剂 在当时 就是 丑院的那种成分 所以在很多 电影招管的仓里面 我们以前的训练就是 如果你打开片罐 闻到有 一些 臭丸的味道 那你不要觉得 咦 应该觉得是保 因为 Diacity的片 是一个过度性的片 是很难保存 还有命留到今天 你要好好地保存 我以前在美国受训的时候 真的试过一次 检查片仓的时候 在无意中 打开一罐 闻到有 一个 臭丸的味道 于是 我就跟老师说 哇 他们很开心 没有想过 原来能保存 所以 很奇妙 到后来 其实 四、六年 大家都知道 已经接近 去到 硝酸片的 尽头 50年代 开始没有硝酸片 的production 大家都知道 manufacturing 没有了 而 四、六年 到四、九年之间 大家开始发展 刚才说过 一些 tri-acety的 曹酸片 但同时 也在发展 几方面的技术 包括 十六米厘的技术 因为三十五米厘 它是放到这么大 很漂亮的 但是 不是每次需要放到这么大的 比如 一些家里的电影 就是我想拍下 日常家里的情况 我不用每次拍三十五 如果有十六的 一个平价的版本 又方便攜帶 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另外 有很多的发行 其实都想将它由三十五 变成十六 因为方便攜帶 一套正经常常的 一千尺的package 三十五米厘的电影 就是这么大 一罐 就要約十罐 才是一套电影 但如果我将它 缩到变成十六 就只需要两饼 而且 它两饼加上的厚度 就只大过三十五 所以它可以缩到 很方便攜帶 又方便可以寄到外面 所以 那时代 每一张很多片 缩到变成十六 然后去发行 这条片 为什么特意说 三十五和十六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搜集 时 它是十六 但是 这里写 那就是三十五 这个疑团 其实有些 不太想得明白 事源 就是因为 刚才说过 是发行的需要 而且是在外面 即是离开 美国本土 很常用十六去发行 它自己内部 在国内用的 十六的需要 就只是 常常围绕着几类 一类就是教育的片 一类就是 一些 消贤娱乐 家里很少人一起去看 我们 早多二十年 就是流行租带 那时候 是流行租 一些十六米 回家看 真的有 阿达 和在欧洲那边 就是 阿伯代 他两边 正在逗 大家都出各自 十六的 这些消贤的片 你可以租回来 看完一轮 你就可以 再去换 所以十六 在他美国里的 发行 如果是一些 我们叫做 feature film 在戏院放的 又确实是很罕有 其实到今天也是 只有一些 Indie才会做十六 做三十五 是很常见的 因为我要发行 要的样子漂亮 而且 那是一个标准 你知道十六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 不是每间戏院都能放到 有些戏院 其实只有三十五 的机 你要给十六 的机 是可能要另外 租部机 去那里放的 所以 刚才提过 三十五 和十六 就有这个问题 究竟 它是涉制的时候 是三十五 后来的时候 发行变了十六 还是涉制的时候 已经是十六 到印出来的时候 是十六呢 暂时先听着这个疑团 再看看 PowerPoint 接着我们再看看 其实在三藩市的 世界日报 都有说 在纽约 他们也有播出这部电影 不过这里应该是说三藩市大观戏院 如果大家上次 有来听 我们另外 应该上一次 刚刚 就是说大明星戏院 大明星戏院 其实跟它在隔壁街 因为在三藩市华埔那里 其实它有 应该四五间 这些专播唐人的电影的戏院 大明星戏院 到现在 它都被人家保育了 还可以放电影 但这一间 就坎坷很多 那我那时又去 去那边取经 特意找了一个 当地的华人 亦都是我们的捐赠者 James Wong 王文药先生 他带我去游戏院 他就逐个故事告诉我 他就说大观戏院 其实后来就没有再播电影 是做了佛堂的 因为可能是华人的社区 如果做一些宗教的团体 就像香港那样 很多教会都在戏院里面 那这个是《一则新闻》 接着就去到香港的《工商日报》 《工商日报》在十月三十日 和四七年的一月一日 这部电影是四七年一月一日 在香港的戏院上的 那这个就是 监制赵树申先生 就是刚才跟你提过 不是四个 不知道是排第几个家 就是刚才那四个 不是 不是他 这位赵树申先生 他很厉害的 他也是一个泥膠的 animation的製造者 他在一九二几年 其实他也有些作品 Youtube也有看的 大家可以上去看 但他又很奇怪 他的姓是SUNN 知道为什么吗? 这位美国人的 last name 譬如叫他赵树申 那就是Joseph申 所以很惨 他现在要打Joseph申 才能找到他 不是赵的 他曾经提过 他曾经提过 他就说 其实在荷里活 黑白片的制作 已经不合时了 因为彩色 才能表达到色彩 所以他现在 用一个天然色彩 去拍摄 那待会儿Edward 又可以说 什么叫天然色彩 好 大家如果记得 刚才开场最早的那张纸卡 就告诉你 这条叫特例七彩 就这么逆做特例七彩 大家可能会想起 有一种很有名的 一个色彩 叫technic color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technic color在美国那边 其实欧洲那边也是 很著名的 特别是一些大片 例如Ben Hur 他是用technic color 去制作的 50年代 甚至technic color 是红霸了整个 荷里活所有的电影制作 你不是用technic color 就没人看了 因为technic color的色彩 是很漂亮的 而且那个场面 是可以好好做到 很漂亮 很震撼 很壮观 但是大家不知道 其实technic color 它虽然是叫technic color 实际上 它整条片的底片 都依然是黑白的 其实它是一个黑白的process 不过 就将它用一些 分三圆式的方法 就用三条的菲林 去记录同一个影像 这个技术 其实当年有很大的突破 因为它最早期最早期 其实电影 是没有可能 同一时间出三条菲林 如果我要拍三条底片的话 那方法呢 我真的要排三架 摄影机 不是说笑 是真的 早期默片时代 因为它如果要发行很多电影的话 它真的要你下定了 我就排一架摄影机 结果我排了十多架摄影机 大家拍到同一样的角度 是有少少差别的 这个也是有些电影招管 他们去分辨究竟我和一套电影 是不是来自同一条底片的 我们以前有做这些研究 不说那些了 那回到technic color 既然它同一个影像 可以分成三条菲林的影像 它当中的光学设计 其实很复杂 但是呢 亦都因为这么复杂 你每次要拍一个镜头 大家知道一个镜头 其实只有十一分钟 是最顶摄影机 因为以前的菲林 就是一千尺 一千尺的三十五mm 就只是拍到十一分钟而已 最尽 那再加上那些拍板 加上那些前后后那些 其实就没有十分钟 九分钟左右 而这九分钟就是一个镜头 所以一定不会长过九分钟的 大家将来看起来可以留意一下 它是要将很多这些镜头 剪在一起 但是每个镜头是不会长过九分钟十分钟的 每一次这些technic color的摄影 既然它要用三条菲林 它的制作成本就是比普通的贵三倍 至少每一次 而每一次要转镜头 我拍完这些菲林 我要转三条菲林 所以是复杂很多 还要是那个控制 就是那个镜头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工会的制度 即是说 如果我要拍一条technic color的视频 我不是只是租那些摄影机回来 我要租一个人 其实是整个package 这样的 还有就是它的工会 是挺凶的 你不能找其他人去操作这些摄影机 一定要是他的会员 所以有一段时间 甚至在荷里活 他们最抢手的不是那些明星 而是那些镜头 是懂得操作这些technic color的摄影机 的镜头 好了 特例彩色 特例出彩 我想问 如果这条金粉艺上是用technic color去制作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是16 因为35mm的technic color 也是只有nitri 它是黑白的 35mm的制作 为什么会缩回到16 如果它是technic color 这是一个疑问 这是一个疑问 另外一个 就是这段东西里 也给到我们有一些启示 荷里活当时 确实是那些人 已经转了去看彩色 因为有technic color出现 已经没有人喜欢看黑白的 虽然黑白 其实发展到后期 那个层次很丰富 已经发展到很成熟 无论是拍摄 无论是灯光 已经做到 那个样子很漂亮 但是因为观众的口味转了 所以 每个人都不会拍白 一定是拍彩色的 而亦因为彩色的 demand 那么大 多了人去研究 去发展 就出了不同的彩色的process technic color 是其中一种 technic color 可以说是最漂亮的 在我眼中 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不同 刚才我看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留意 究竟这条是否真的technic color 因为technic color 它出来的色彩是很自然的 它很近似我们眼睛 对于这个色彩的反应 而刚才你看到 大家可以去评论一下 你觉得这个影像是否很自然 不是 不是的 大家觉得它是偏了色的 橙色 一些蓝绿的颜色 还有 很多时候它是避免拍一些绿色的东西 比如大家有没有印象 记得那一碟 那围桌在吃饭 它应该有些菜 但为何那些菜 这么肉酸 全部都 是梅菜 为什麽 因为它拍摄的 color process 是有偏色的 这是另外一种 不是technic color 而是另外一种 彩色的process 它的特色就是偏色 就是偏去橙和蓝绿的效果 另外还有另一类的偏色 比如有一类就是 它偏向黄和绿的 将来大家看起来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你就知道 这两种都不是technic color 因为technic color的效果 跟你见到真实的东西 是很近似的 那先说到这麽多 继续 快揭开了个谜底 Sorry 不要玩 好了 这里 也在特刊里面说的 刚才Edward也有说到 就是说 其实你拍16mm 也有另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 电影院要有16mm 16米的放映机才可以 所以 其实那本特刊也有说 它是故意在美国 是运在放映机里 然后在电影院里安装 所以其实呢 究竟它的意图是为了 当时拍16mm 很便宜地运来香港 还是 其实那时的技术 只能用到16mm 来拍 这件事我们可以 之后再讨论 也想插一句 其实这里也有点讨论 给我们的 红字之后 红字之后 红字最底的一句 他说 以上各片 都是采取这种 新型16mm 膠片摄制 9000余尺膠片 只一只手提箱便可攜带 正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将十柄的一千尺 缩成两柄 就可以进入一个箱 方便攜带 以及寄云 这真正代表 它是16mm 我有些很漂亮的照片 和大家分享 这三个美男子是谁呢 其实我相信 之前如果有来看过 我们粤剧身为十周年的展览 都应该清楚 左手边这位是谁 是的 很棒 因为刚才他也在 戏中有一个角色 中间有没有人猜到 中间是蔣伟江导演 是的 另外这个 在靠着 Tecnic Color 那部机 我就是给这张照片 误到的 这个就是老板 他就是赵树珊先生 是的 我要分享这张照片 其实就是 当时 这三张照片 都是在美国拍摄的 其实都会带小耳去看到 他们拍摄的器材 那我交给你了 刚才提过 Tecnic Color的照片 就是这部 你看到它有三个镜头 是的 三个镜头 其实Tecnic Color的照片 是不一定有三个镜头的 它是用一些光合的原理 即是像我们今天 大家知道的那些 单反的相机 其实你看过去那一刻 它是用一个 就是零镜的办法 就将它反射过来 到你拍摄的时候 你才将它反射出去 就去expose那片 那同样地 Tecnic Color 当时它在看 其实它是在看另外一条 即它跟真真正正的 拍摄的角度 有少少分别 因为当时 它只是将 那个光的亮 因为其实要expose 三条菲林 要多些光 所以你不会看到 它是拍摄一些很暗的东西 它一定是要打光 打得很足的 但是在室内 在室外 一定是要阳光猛烈的时候 所以 那个摄影机 其实都比一般的 複杂和重的 我见过 这个算是小型的了 我见过有些 是大座到 直到更高的人 这个你也觉得 高的人 但我见过 那一部 不只是 高的人 直到是 宽大很多 因为它整个 最顶顶的 用来载着菲林 那个 是比一般的 再厚一点 大一点 因为它要载三柄菲林 有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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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technic color的技术 中间这个器材 其实都不是一些普通的 但是大家就见到 其实它有这么多 一支镜 是告诉你 它真的没有那个技术 好像现在那些 是同一个光的 path 是进去你的眼睛 以及进去那个 sensor 就是它要分开另外一支镜 去看 这就证明是一些早期的 一些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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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就不是一些现代 现代不会看到这样的 现代应该是好像 你看到后面的那些 那些 就是一个镜 那你就有得看 以及可以去记录 似是 是的 它 刚才我们听的 其实它是很现场的 不像是掉 应该是现场收音的 但是也因为现场收音 你知道有很多限制 因为有很多其他声音 尤其是在街上 但是它也做得很好 在街上也不觉得有很多 那些逢腐腐声 爆斗声就不要算 因为那条菲林后期 一路变坏了 又或者有很多污漬 而出现的声音 所以 其实大体上 它的收音是不错的 它们真的是老官 它们说话是用单田气的 你听到的 每一刻都很亢窗 是的 又不一定是因为这样的 不过 你有留意到 有些位置 它们的收音的范围 其实不是很大 所以有时 它们拎面一面 你就发觉 声音就小了 或者听得不太清楚 就是因为 收音技术的问题 其实今天的技术 也不是差很远的 不过 就不仅仅放一支咪 现在就放多几支咪 所以你拎面 和不拎面 都不是差很远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用一支咪 就是了 就有机会 有没有补充 没有 因为刚才 林尾那部电影 差不多完整的时候 它还没有拍摄 在观众那部看电影 其实那部电影是我完全一粒 人家唱什么 我完全听不到 大家 当然 俄虎藏龙 可能大家有些 是真的唱开曲的 完全 哎 这个就是什么曲 我是完全听不到的 如果你要我抄抄字幕 我就应该一分都没有了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 那个收音技术 其实都很限制 究竟我唱出来 和我说出来 是一个什么是 Range 平时我们说话 其实高音和低音 不是差很远 但当你唱的时候 如果他本身收音的 那个setting 他只是收一些说话 你唱到这么高音 他就会爆 所以 通常你听到 曼霞 他唱的时候 你都不是听得清楚 他唱什么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 确实是爆了 他的收音 可以做到的 Range 现代的办法 就是我增阔那个Dynamic Range 那我就听得到 又或者 我有一些位置 我直接把它按下 让它可以适合我的器材 所以 以前的收音 是真的这样 这个是极之authentic的结果 说话那儿不错 但一唱就不行 有些歌手 一唱高音就拉 好 接着 很开心 因为 这个世界最重要 就是 曉得去求救 因为发现了问题之后 我就向 美国的 王文药先生 James Wong 去求救 他就说 我有个朋友 叫Alpha Dawn 他就是 研究一些 美国的华人 在那边拍戏 他就给了这张照片 我 我要多谢 James 也要多谢 Alpha 就开始看到 他的摄影器材 大家一看 究竟是否 technic color 的摄影器 不是 刚才我说过 technic color 的摄影器一定要是工会的人 去摄影器 据我们 据我们 所知 当时 在美国 去摄影器 的technic color 摄影器是没有 华人的 所以这个摄影器 如果是真实的话 他不可能是 那个摄影器 那个摄影器 也不是technic color 的摄影器 没有那么小 是很大的 所以这条片 肯定不是technic color 的制作 来的 好了 那我又看看 一张照片 那这个就是 另一张照片 就是《南湖碧玉》 都是大观美国分厂的 那你就会见到 其中 是拿着那部摄影器的 其实那部摄影器 和之前那一张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方向不同 那我又再解开这个迷团了 真的这部摄影器 就告诉你 它是一部很小的摄影器 那它的摄影器 并不是很大 这部摄影器 我以为这部摄影器 真的解开迷团 那摄影器 真的用来拍摄它 很明显 就不是technic color 其次就是 它也不是一些 很大部摄影器 只是16的摄影器 如果是真实的话 那就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它拍摄的时候 底片是真的16的 而16的color process的 菲林 那时候是available的 四几年 因为我刚才说过 三几年已经开始有了 那其实说真的 真是color process 是再早一点 二几年已经有了 不过那时候是一个 就是experimental的阶段 去到三几年 就渐渐的技术 就可以给更多的人 去试和用 去到四几年 就已经成熟了 所以当时拍摄它用16的 我不敢估计它后面的原因 但是 因为用16的制作 所以16的release 就是很合理 如果你用16的制作 你将它blow up 变成35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效果就是 那些影像是很松的 刚才的影像也很松的 都不错的 其实算是挺好的 所以它用16已经做得到 应该要做的结果呢 我相信可能成本是一个考虑 另外一个 这个应该是拍照 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和它有关系 但是收音是另一块 那边的摄影机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旁边有支镜 是看的 它摄进去 和那支镜 是在看两个影像 它不是在看同一个影像 那 也是一些比较小型的摄影机 那 这个也解释到 刚才大家有留意 《金粉偽常》的拍摄 那些摄影机 不像是一些在路上的摄影机 因为在路上的摄影机 我计划了它如何走 如何移动 那个摄影机 是如何移动的 是很稳定的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制作 都是这样的 它的后果 就像是 有些半是托 有些半是即场在调校 而且 不是活动得很快 或者很自然 它看到有些位置 它是在动 然后突然跳舞 然后再移动 这个摄影机 就解释到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 就不是一个 能移动的摄影机 我又看之前的展报 有一个展报 就是 你留意一下 它说 动员全部流美艺员 耗费10万美元摄制 你想想 10万美元 不是港币 你想想 当时的成本 多高 以及当时 16米 拍摄 当然是便宜 但如果它是 一个彩色的 其实是另作别论 你也看到 其实导演很聪明 因为 如果你要拍摄 一些很 华丽 亮丽的 情况 其实你拍摄 一些 衣箱的东西 就是最好的 因为它闪亮亮 但是它要克服的 就是在电影院里 拍摄 其实是灯光 所以你看到 那部电影 其实有些 不稳定 那个光线 另外就是 这部电影 畢竟是一部 16米的电影 还有我们 搜集回来的时候 其实它是 用一个 箱子 入住 两柄 那些箱子 我们其实 资料馆收不少 尤其是 我们在电视台 电视台 很多16米的 都是一个个箱子 那理由就是 方便携带 那如果 大家有机会的话 《金粉偎尚》 这本《特刊》里面 其实里面也有说 这部电影 还有另一个卖点 就是可以 被人拿着箱子 去香蕉 放映的 那卖点就是 我相信 让一些粤剧的艺团 去做表演 更受欢迎 因为它是彩色 所以我自己觉得 当时 其实赵树珊 也是在美国那边 想尝试 带一些新的科技来香港 而有记录 也是他在国内 也有播过的 但是至于 是不是拿着 一部 或是那一部 电影院本身 有16米的 电影 这些我们就没有资料 但可以纯粹 从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 其实当时的科技来说 我想已经是很大的突破 也是 那部电影 《孤密伦》的剧情 是怎样才好 只是有些拍到 当时三藩市的画面 其实都已经很吸引 对于我们现在看 我们都觉得 原来那时候是这样的 对于四多年的观众 他们很多都没有机会去过三藩市 原来三藩市是这样的 你想想当时 国内是什么情况 香港是什么情况 但有这样的画面看 所以这部电影 来到应该是很卖的 很肯定 补充 应该可能在在 有些都是在三藩市生活过的 那在唐人街 可能都比我更加熟 但是我大约 我是2012年 我当时去做搜集 又去到唐人街 因为捐片给我们那位方创杰先生 其实他在唐人街 都有一些他的办公室 我们去见完他之后 我们去到唐人街 其实没有什么大便 你去到也是这样的 还有如果去到一些华人的家 其实也是用这样的颜色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便 当然他的下一代 不是他上一代 下一代的变化就比较大 但上一代 其实你看回这些片 一部1947年的电影 去到现在 其实你去到三藩市 你都会找到 所以其实电影的魔力 就是你可以像一个时间囊 去保存了一件事 但你现在去看 又不会变得很大 那有没有补充? 那不如现在我们就聊聊聊 大家有没有问题 各位先生 我想问两位 赵树生在美国分公司 摄制这个号称第一部 国产彩色片 即是感染危上的彩色片 那他在美国分公司 还有没有摄制其他的彩色粤语片? 他其实一直都有拍摄的 彩色的 有拍摄彩色的 我们的馆床其实也有的 我有一张猫子 其实这张猫子 就是当时我们那位黄先生 他说有一些以下的电影 包括就是《海角情愿》 《曾严斗丽》 和《狂风族燕妃》 这几套都是彩色的 以及《金氛艺》 都是彩色的 那你们有没有管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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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 这个色彩 这个又要补充一句 这条片我们收回来之后 我们做的保存的工作 就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一种 就是我们没有能力 也没有可能 它不见了的镜头 我们不会做得出来的 所以这么多跳了的地方 就是因为告诉你们这条片 其实那个敲背 已经是放映了很多次 而且是烂得很紧要 那我们摇到手之后 当年去查的那个收缩度 已经超过了可以放映的那个限度 就是如果我们肯定把它放在一个放映机上 其实它会车烂 那考虑到它的那个珍贵程度 那所以呢 当时做的决定 就是把它变成是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当时是过了一个录影带 不过就是一些比较专业级的录影带 那就是去保存那个影像 如果将来再做呢 其实可以把它去数码化 然后希望呢 尽量可以整理一下那些比较跳格的地方 还有呢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有一些镜头呢 其实是 是outfold的 但outfold的那些呢 不是因为原来的片 很有可能是因为收缩度的问题 所以呢 它不能够贴近 当年呢 我们去将它过大的时候 那个镜头 那就是outfold 那么如果我们将它数码化呢 有机会那些outfold的位置呢 是可以做得翻清的 嗯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一套金粉牙上是1947年的作品 那赵树新本人 是什么时候回到香港拍戏的呢 她她之后呢 她因为打仗的时期呢 她回到美国很快 就已经带了丽儿 就是她太太来香港 所以丽儿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彩色王后的 因为她也挺早拍彩色片的 其实馆藏很多 譬如上次 大家有看过 就是 郑德王 夜探龙风店 其实都是她们拍的 所以那些彩色很漂亮 但那时候已经是五百年了 即35米来 还有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叫做梁碧玉 她有没有回到香港拍戏的呢 我应该没有什么大印象 因为她应该是灵人来的 因为有两个梁碧玉 我又是听过有些前辈说 我又是问你问的问题 我问是不是这个 那又没有人回答我 多谢 多谢 都提一提彩色的拍摄和黑白的分别 其实因应菲林 它对于色彩的反应 拍摄的时候是有些顾忌的 因为譬如 最早期的彩色菲林 其实它对于红色 就不是太过有反应的 所以红色的时候 它就要特别加强它 譬如打光一点 让菲林可以有反应 又或者 有些菲林 它对于绿色 不是太过有反应 就要尽量避开 不要拍那么多绿色的东西 譬如出街 你也看到它没有什么树 没有什么草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要知道 你在拍摄的那种彩色是哪一种 你在制作的时候要想定 就不可以等于我们现在 总之看到就可以拍摄 就不是的 还有没有观众想问问题 还有 那位先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补充 你当然可以了 不是的 因为你提到丽儿 我就想起 她的爸爸是柳生 柳生 因为她和我老师 黄君元老师 有关系的 出的第一个 任俊楚江秋 就是她负责的 她跟我说过 她的女儿是黎儿 有一间唱片公司 什么出尘寶珠的东西 我想你找黎儿的资料 应该她爸爸是柳生 赞曲家柳生 我只是想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 至于梁碧玉 她在香港有一个唱子猴 唱得很好听 阿次叔 和阿次生 就很喜欢她 梁碧玉 那是不是这个 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就是这么多 我想 梁碧玉 未必是那个 因为梁碧玉 是吗 梁碧玉 因为梁碧玉 有中山口音 她是不是中山人 因为梁碧玉 我听过 其实是梁碧玉 梁碧玉的弟弟 有来过资料管 她说她们在美国长大 在美国出生 我没有问她爸爸是谁 多谢你 多谢 这位小姐先 这位 这位观众 不好意思 她先举手 我对电影认识很串 但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香港电影的拍摄 是不是相差的技术差很远 就是和这个同时期 你说得对的 technic color 是没有来过香港的 我们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们五多年 还在拍摄 六多年 甚至都还在拍摄黑白片 那和别人的时间 但都可以说是 相差了十多二十年 其实不止这些 如果你再有机会 去看外面的那些 电影发展 包括立体电影 声音的制作 的办法 以及很多 一些特效的方法 我们都迟过的 都正常 因为不是我们发明的 我们是引进来的 要看看究竟 谁会将它引进来 而成为一个 可以吸引观众 进入戏院的一个 一个墙头 但是 虽然是这样 我们也有 一些独特的 发明 但是 我们的发明 其实主要是集中于 如何可以 在最有限的资源 拍到最多的东西 或者做到最多的东西 举个例 我们将晶片一开二使用 这个真的是香港特色 外面不会有人这样做 另外还有一些技术 也是我们特别的 恐夫子的时候 抱歉 又说错了 恐夫子的时候 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稍后会再讲解 多些 那些都是比较特别的技术 那位先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有提到大观戏院 在三藩市有一个大观戏院 究竟香港有没有一个大观戏院 应该没有 我应该未听闻过 或者有一个 他又不太出名 但应该没有 因为丽儿和赵树生的 在戏院 丽儿和赵树生的 丽儿当时 在大观戏院 丽儿当时 在飘房 赵树生 看到这个小妹妹 又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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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 成为这个夫妇 是不是很快呢 这个 好 接着有没有 那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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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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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到课片 播放人器 应该很少 除非你真的有很大的课片 但是以前 譬如有几间 三藩市 譬如世界电影院 大明星电影院 新星 不是 美国 纽约都有 其实 Kalgary 也有 Kalgary 在加拿大 又不是 对 有些人变成了商场 因为 大明星 还可以放电影 因为他最近被一个 应该是美国人的外籍 美国人买了 但他太太是坏人 因为大明星电影院 在那里是一个地标 所以他们就不忍心去拆掉 所以他们就活化了 就是买来 其实之前也有做一些粵劇 然后 是不是有位 其实我问个问题 可能观众可以回答我 为什么有时 黄金印又用 有时又用黄鹤星呢 什么时间用黄鹤星 什么时间用黄鹤星 什么时间用黄金印 有观众想回答 其实我都不回答 因为我都是看一些 比较早期的电影 尤其是美国达官那批 是多数黄金印的 没问题? 哎呀 不好意思 刚才这位先生提到 以往有很多是引入的 而香港呢 就有一些的创新 当年就提到是晶片 可以多说一些 当时的香港这方面 所谓晶片的创新是什么 谢谢 谢谢 如果你熟悉那些 影片的格式 其实我们在说 多少米来 多少米来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数值 那么因为呢 35和16呢 那个重量也都差很远 那些器材完全不同 当时呢 其实35以外呢 还有70的 70就是把它变成多一倍 35再小一半 其实不是16的 是吧 我们随一随 35一半 应该是17.5 那16呢 在外国是没有这种格式的 但是香港呢 就试过呢 将一条晶片 就剃开一半 就是一条晶片 就变成两条晶片 那就可以修两条晶片 因为声轨 其实是在一边的 我们知道 声轨 即是在那个晶片上的 那条晶片上的 记录声音的部分 其实是在一边的 另一边是没有声音的 那所以 我将它剃开一半 那我可以将一条晶片 拿来做两种 而且我将它拿去过 平时35的那些器材 不过它只是走一边 即它一样可以做到 一样的功能 但是成本呢 我就省一半 那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 为何外面不是这样做呢 如果这么好的东西 为何不每个都做呢 因为你只剩下单边 即是单边的洞 即是另外一边没有洞 那条片其实是不稳定的 即是我收回来的声音 是有机会 是有其他问题 另外呢 我单边的洞 如果我这边用得多 你想想一下 我的器材 我只是走来走去 都是那边的话 那边就耗损得快一点 即是说 对器材是一个问题 对于片收音 也是一个问题 再加上 就是这些单边的洞 的办法 它会有机会 是快一点 拉爛那条片的 所以 在再拿那条声音 去印片 你就不能印得多少条 所以外面没有人这样做的 但是香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 其实物资很缺乏 那为了要把那条成本压缩 那我就将那条声片一开二这样做 那也都是因为这样 香港有一些独特的器材 就将那些芯片 剃开一半 就是放进去 就剃开一半 它是要走一次的 就是不是拿着那个饼 我用刀 像切蛋糕那样切开 不行的 它是要走一次 那就会把它分开做两条 那就拿着两条去用 不会 不会 都是这样接的 都是平时 它们不会全段 在中间这样接驳的 它都是找一些 没有声音的位置去接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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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好不好意思 我又要刚刚修正我刚才说的 那个片名 周昆宁 王超武那部 应该就是光明之路 就是有这样 是的 这个我们也有馆创影片的 不是海角情愿 谢谢 请问是哪些年份呢 是由何时至何时 最多出现那个芯片的用法呢 还有这些东西说 还有那个名单 但是那个名单的片 是不是从来没播过呢 因为我都不是常常说 留意到电影资料馆 做那些节目 这次的20周年那里 为什么 就是 只是在一个这么小的场馆做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 都有一些年轻一点的 是从来没看过阿菲正转 他们已经叫我扑飞扑几次 我都 一早已经卖了飞 没办法了 因为那些比较小的小朋友 是想看阿菲正转 有没有多开几场 麻烦 声音这样做法 我没有很详细研究 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 我们看到收回的那些片 很多已经变坏了 很多是出了很多酸味 也都告诉你 不是近代的东西 起码都是七、八十年代 距离现在有六多年 那些时候 没有七、八十年代 我相信是六、七十年代的时间 因为已经出了很多酸味 我们没有见过有一条 是保存得好 是漂亮的 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 那条片 其实它保存得不太好 以前储存的地方 就不太好 而且已经经过一段长的时间 至于其他一些 我就回答不了你了 糟了 我不太记得 没有飞卖 那没有飞卖 那没有飞卖 那当然是电影好 才是没有飞卖 对吗 那是不是电影好 所以我们会因应着疫情的情况 如果香港太平平健健康康 我们会放一些位置出来 尤其是阿飞正转12月4日 那场文化中心 现场 现场 你们有没有看我们有另一个 叫声影流传 那个已经延续了一年 就是直接 我自己觉得 我一年前的节目 我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所以其实我们也要移动 因为 未来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就是 我记得我要回答你一个问题 是啊 我想回答你 你说其他名单 其他名单 其实我们播放民族的烤星 因为是我们100套不可不刊 另外 其实早前 应该很多年前 我们做过一个 是早期电影的放映 我们那次 也有放到 几套 都是大观美国分厂的电影 其实那些资料 在网上都可以下载 因为我们有本书 那本书是很精彩的 三冊 有三冊 不是 要三元 三冊 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组 研究的编辑组 他们一直都存在很多很珍贵的研究资料 是无常给大家到我们资料馆的网站 那里下载的 也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因为 其实那些资料 是很多同事的心血 那 有没有 阿娟姐 我想 希望给你们一些方向 找黄学生先生的资料 我小孩看电影的时候 很多黑白片 他做导演 我很记得这个名字 因为他是演戏出身 刚才看了一段电影 《徐阳帝》的电影 《陆地行舟》 整套电影最懂得演戏 就是他 他走了几步 唱了几句 当然 他做了一个开戏师爺 但真正来说 我学生是应该戏班出身的 真的 我很多时候 我记得他 他做过电影 我看过他的电影 是黑白片 做导演 我也听过他的名字 我特别留意这个名字 那 这是我小孩的时候的印象 希望我可以给你一个方向 你找回这个资料 可能会有很多的 我看过他 他从来到新加坡 然后拍摄这部电影 他这部电影的本质是如何 是将一些演戏的艺人 的背景 如何出现出来 而是真真正正的 里面有很多故事 他收音那里 我相信他 是预先录音唱的 不是现场收音的 不是现场的 那些就慢慢地分析了 那些因为说得很长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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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